說到策略和戀愛遊戲 大家會想到什麼作品呢 雖然現在同時有著多種要素的遊戲 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 但在 1990 年代 主流遊戲類型的區隔是非常明顯的喔 喜歡戀愛養成的玩家 當時肯定會去玩純愛手札 而熱愛策略的硬派玩家 則可能會去玩大戰略之類的作品 兩者之間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交集 可是到了 1996 年 有一款作品就成功地打破了這兩種遊戲的隔閡 吸引了這兩種不同族群的玩家 創造出一個長達 10 年的經典系列 今天的 ACG 大百科 就是要來介紹這個 至今仍然讓人記憶猶新的作品 櫻花大戰喔 櫻花大戰是由當時剛創作了 天外魔鏡這款經典之作的廣景王子 受到寶種歌舞劇的影響之後 在 SEGA SATAN 上所創作的作品 劇情敘述在日本密集發展的太正年間 海軍少尉 大神伊朗 率領一群有靈力的少女們 組成的帝國華集團 對抗那些邪惡魔物的故事 櫻花大戰融合了包裝舞台 假想歷史 機器人 戰隊 蒸汽龐克等多種元素 除了題材本身非常特殊之外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成功的融合了戀愛養成 和策略模擬這兩種大相徑庭的元素 遊戲平常是以戀愛遊戲的方式來進行 所以好感度系統當然是不可或缺的喔 除了那些在日常發生的現實選項之外 視線 戰鬥的表現 甚至是某些小支線的完成與否 都會影響到角色的好感度 這些好感度除了影響結局之外 也會影響到戰鬥上的表現 所以玩家們務必要謹慎的選擇才行喔 而一旦進入戰鬥 就變成戰棋RPG的模式了 玩家將駕駛著櫻花大戰特有的 鐵桶型機器人光武 與敵人在地圖上展開對決 在初代的戰鬥模式非常單純 玩家只有包括移動角色 在內的幾個簡單選項需要控制 而往後的幾部作品 陸續加入了協力攻擊 和名為ARMS的戰鬥系統 後來在PS2上的重製版作品 《櫻花大戰 赤熱之血》 也是採用這種強化系統的作品 另外櫻花大戰還有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地方 就是它的製作陣容非常的豪華 除了當年因為逮捕令和幸運女神等作品 而如日中片的漫畫家 橫島康介擔任人物設定之外 音樂則是交由號稱日本第一人的知名作曲家 田中公平負責編寫 而呈現出來的產品質量也非常驚人 其中流傳超過十年的《席帝國華集團》 和三代的主題曲《律起之下》 至今仍然是讓玩家們朗朗上口的名曲喔 由於這部作品當年頗受歡迎 SEGA也為它籌備了許多跨界作品 除了聲優們的演出和遊戲內精美的手繪動畫之外 還有TV動畫 漫畫 甚至是號稱以保準為目標 持續公演數年之久的櫻花大戰歌謠秀 《全盛時期》 甚至還有名為《泰鎮浪漫堂》的專門周邊商店 受歡迎的程度可是絲毫不下於現在的熱門動畫喔 雖然櫻花大戰乍看之下 好像只是普通的大雜繪作品 戰略要素也並不深厚 但不論是那華麗的演出 還是融合了諸多要素的大膽設計 在當時可都是讓許多玩家們大開眼界 甚至之後它也成為了許多動漫作品的參考對象 以及策略和戀愛養成玩家 跨足不同領域的引路人 櫻花大戰的影響力 絕對能夠讓它在遊戲史上記上一筆喔 請你再參考對象 在眼中的片子中間 根本就想要忍住 以來跟著吃離派的